这个软体的下方链接有兴趣你可以自己去下载玩玩看 这个软体的链接在下方 这个软体在下方链接有兴趣你可以自己去下载玩玩看 这个Appleity软体在下方链接有兴趣你可以自己去下载玩玩看 这个Appleity软体真的是算蛮厉害的 这个Appleity软体真的算是蛮厉害的 它可以让你快速的达到一个完美皮肤状态跟一个神清气爽 这个Appleity软体真的算是蛮厉害的 它可以让你快速达到一个完美皮肤的状态跟一个看起来很有气色的人的状态 今天这个Appleity软体真的算是蛮厉害的 它可以让你快速达到一个漂亮皮肤还有一个很有精神很有气色的状态 但是有一些细节还是需要注意的 像是它会一次就把你的所有的瑕疵处理掉 但是你一些想要保留的个人特色瑕疵 像是质还是胎记全部都帮你处理掉 这样子你就不是你了 所以我们最后还是需要有一点人工的加工 帮你把这些东西去保留 今天这个Appleity软体真的算是蛮厉害 它可以让你快速的 今天这个Appleity软体真的算是蛮厉害 它可以让你快速的去处理掉所有的 今天这个Appleity软体 今天这个Appleity软体真的算是蛮厉害 它可以让你快速的处理掉所有的 像是人的皮肤啊你想要 今天這個APRID軟體真的算是蠻厲害的 它可以快速幫你把你的皮膚病了100分 然後你的精神狀況看起來100分 今天這個APRID軟體真的算是蠻厲害的 它可以快速讓你達到你的皮膚狀況100分 還有你的精神狀況100分 今天這個APRID軟體真的算是蠻厲害的 它可以快速讓你皮膚狀態變成100分 還有你的精神氣色狀態變成100分 但是還是有一些小小細節需要注意 像是它會把你的個人特色的瑕疵全部都處理掉 像是什麼痣啊還有胎記啊全部都把你處理掉 所以你最後還是需要最後的去處理你的影像 你可能把這些胎記啊還有痣把它加回來 不然你就不是你啦 今天這個APRID軟體真的算是蠻厲害的 它可以快速讓你把你的精神狀態看起來變得更好 你的皮膚狀態也變成100分 這樣子 但是還是有一些小細節需要注意 它可能會把你的胎記啊或者是痣啊 它個人的這種特色瑕疵把它處理掉 所以你還是需要手工的去把它 去注意一下我們的這些個人特色痣啊 胎記啊把它加回來這樣子 但是這還是省了非常非常多的後製時間啊 讓你把你的90%的工作交給了這個軟體 那10%你只要最後確認處理完稿就可以了 讓你工作效率更高更快的交建啦 這個APRID軟體真的算是蠻厲害的 它可以快速讓你達到一個完美的狀態 但是還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部分 那今天這個APRID軟體真的算是蠻厲害的 但是你還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部分 就像是它會不小心把你的箱子個人 今天這個APRID軟體 今天這個APRID軟體真的算是蠻厲害的 它可以快速讓你達到一個完美的狀態 但是呢還有一些需要注意 可能像是你人的一些個人特色瑕疵 像是胎記啊痣啊之類的 它全部都幫你處理掉了 那目前沒有辦法去幫你把它好像mask起來 圈起來說我這邊要保留 目前沒有辦法辦到了 所以你還是需要用一點時間 去人工的幫你把這些瑕疵加回來 因為這樣子才是你嘛 你不會說你這邊的特色這個痣 結果它就把它消掉了 結果你就不是你啊 所以你還是需要做一點人工的夾工 今天這個APRID軟體真的算是蠻厲害的 它可以快速讓你把人變成一個完美的狀態 但是還是需要一些注意的部分 就是小細節啦 像是它會把你的個人特色的瑕疵 像是像是蝦子 這個APRID軟體 今天這個APRID軟體真的算是蠻厲害的 今天這個APRID軟體真的算是蠻厲害的 它可以快速讓你人變成一個完美的狀態 但是還是需要一些小小細節 今天這個APRID軟體真的算是蠻厲害 它可以快速讓你人變成一個完美的狀態 但是有一些小小細節還是要人工處理 像是它會一次把你的個人特色全部消掉 像是你的痣啊 特色的痣 還有一些什麼胎記啊 全部都被你消掉 那這樣子你就不是你啦 所以你還是需要人工的去把它稍微加回來 目前這個軟體是沒有內建 可以把它mask圈起來 然後可以把它恢復這個功能 一次處理就是把全部都處理掉 所以你還是需要人工的把你個人特色加回來 那其他的就其實還好 因為你把90%的工作都交給這個軟體 你只需要做10%的完稿就可以了 快速處理你的後期 快速交建 客戶滿意 攝影師開心